各位大家好 我是長毛 這個是毛語錄和long hair online 的第一次 希望大家以後可以多些機會 和我分享一下你們的意見互動 或者是我將我對很多時事的看法 或者一些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歷史 以至到一些大家很有興趣的論述 都和大家在這個節目裡面去分享 希望大家看網站的朋友也可以隨時在Facebook 和我互動都可以 今天第一集很簡單 因為今天是8月18日 這個當然很有紀念性的日子 8月18大家也知道了 但是今早我就去了西九龍的裁判法院 為什麼要去呢 就是因為我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也是我的戰友古思堯 今天就去到這個法院去認訊 為什麼要去認訊呢 他說他觸犯了國旗法 這個選委國旗 就是將五星期淘污了 為什麼會有淘污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他在上一次 十五名的民主派人士 因為三次的被子涉嫌 參加組織煽動這個未經批徵的集會 就是說他們當日都是在公民抗命的時候 被提訊 提訊的時候 古思堯就在這個法院的門口 舉了一支圖污了的國旗 寫了一些字句在這裡 指責抗議這個特區政府和中共政府 是政治檢控 其實古思堯不是第一次的了 只是單單因為選委區旗 或者國旗去抗議 進行公民抗命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已經很多次 亦都很多次被判入獄 這位大家有時叫他做道長 或者是古大俠 或者是阿古 不一而足 有時我在街上 見到一些朋友的時候 都會說道長怎樣 最近這樣 可知道其實他都是在香港的 這個公民抗命的圈子 或者政治抗議的圈子裡面 很多香港人都熟識他 我相信大家都會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人根據他所說 已經有九次入獄 如果這次被判有罪再入獄 或者有十次入獄 為了什麼呢 還有他人是怎樣呢 因為我跟他相識了很久 也跟他在不同的示威場合 他在一起都很多次 都數了幾百次 回想在這個 1997年之前 《八九民運》之後 很多時候有政治犯被拘捕 我們在當時的新華社裡 靜坐抗議 抗議靜坐都有幾天 所以其實周時都跟他一起在隔壁睡覺 這個也都 他也跟我一起去台棺材抗議 那個六四的血腥鎮壓 所以很多人就說 長毛 長蘇 台棺材 是不是 收錢台棺材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有責任 或者我希望能夠令到大家更加了解 這位在很多人來說可能是屠狗輩 因為俗語有所說 就是仗義每多屠狗輩 喪心盡事讀書人 但是這句說話當然可以改的 這個仗義起無屠狗輩 所以喪失 喪心盡多 讀書人都可以的 不是那麼絕對 但是問題呢 我現在想說的就是 我怎麼認識古思耀和他人是怎樣 也都說一說 他在過去這麼多年的這個 坐牢和抗命的經驗 其實古思耀今年是74歲 很老的了 也都很不幸在最近發現了 他已經是癌症第四期 是直腸癌的第四期 就是說其實他現在的身體狀況非常之差 其實跟這個死神在旁邊 真的可以握手也可以的 大家都可以所想而知 一個已經在這個情況 受到這個癌症末期的尖牙的人 他仍然都是不訓這個 所以他現在是一個特區政府 用政治檢控的方法去逼迫那些 在這個反送中運動裡面 寧願走出來號召或者是參與集會 去抗議這個林鄭月娥的倒行逆施 和警察暴力的人 是表示他的這個憤悶 所以其實真的是鐵肩擔道義的 這個我首先講一講 就是我怎樣認識他 其實我認識他有一段緣 也是跟這個政治運動有關的 大家可能年輕的人都未出生的時候 就是1989年大約是五六月左右 那為什麼我會認識他呢 就是因為當年我和很多朋友 就是組織了一個團體叫四五行動 這個四五行動剛剛那時候成立 就碰巧就是這個大陸的愛國民主運動爆發 在當時來講的四五行動 就是在那個支援運動裡面 是一個急先鋒來的 因為當時那個政治的局勢 很多人都不是很想去得罪這個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當時就是 在1989年來講 還有這個八年左右就會收回主權 是不是 也都共產黨最善於就是 他們是一小撮的 好像今天這樣講 一小撮你不要黏在那裡 黏在那裡會有事的 這一小撮人就是反共反華 反人民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開頭 都不敢很公開支持這個 這個外國民主運動 那四五行動就在當時就是一個 帶頭去宣傳和組織遊行集會的團體 我們在那個遊行當中就發現了一位很奇怪的人 這個人是怎樣呢 就是撐著兩個拐掌 走得很慢 這個人會有刺激 那時候有刺激 頭髮比較長 我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人會這樣呢 而且他是很堅持 是走速全程 也都堅持在一個拐頭那裡走 所以當時 很多警察就說 怎麼搞錯呀 你被一個行得慢的人走 那個拐頭會 會左晚那個遊行的 我們當然是不會理他 我為什麼會注意到他呢 就是當時他和另一位人 那位人兄 那位人兄 我現在都失了聯絡 就是有一位人兄就是 每一次遊行的時候都會哭 尤其是六四血腥屠殺之後 一個就哭 一個就動著拐掌 那位哭的人兄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他是一位在大陸的學生 他每一次看到 這麼多人遊行 他也悲從中來就哭 所以我後來就問 古思遙 到底為什麼他會這樣 其實那時候是工傷 那工傷呢 那個腳呢 是骨裂非常之嚴重 那如果硬行 可能會引起那隻腳 會永久的傷殘和勞損 但是他堅持要走 動著拐掌 一步一步地走 所以我對他的印象 我對他的印象非常深 後來就變了朋友 那做了朋友之後有什麼呢 其實就是三件事 一齊示威 一齊做事 一齊坐牢 一齊示威 一齊示威就是 我之前都講過了 因為在1989年之後 108年之後 uceau 就已經去支援 接受了自己的動作 随時 而可以去支持大陸的民運 或者去做其他的工作 所以我當時有跟他一起工作 因為他是做建築的 大家現在看到那些馬路蘭 大家看到的 我們晚上就去安那些馬路蘭 或者日後就去熟 即是用油漆油那些馬路蘭 他當時就在一個建築公司那裏負責這些東西 晚上做事自然日後就有空 所以日後就看到他示威的身影 抗議的身影 其實當日那些人說你怎麼賺錢 大家不知道在這個11點之後 他就比較多 我有時去做就是 新水新汗那條馬路那裏 是這個做一些安鐵欄的工作 所以就一起示威 一起在新華社門口睡覺 一起做事 他介紹我做事 也都一起坐牢 為什麼會一起坐牢呢 因為坐牢就是 現在流行說臨時立法會 臨時立法會在1997年成立之後 什麼都不做 就是將共產黨不喜歡的法例改了它 其中一個最明顯的 令到大家看上去都覺得是離譜的 就是將包括集體談判權 即工人有權組織工會 以及用集體談判的方式去爭取改善他們的待遇和福利 這條這樣的法例 先凍結 後廢除 那當然會生氣 那我和股司長 就和其他朋友 和股司長 就去到那個立法會的旁聽席那裏示威 因為他們在那裏為了通過 那些議員就全部是他們的 那當然是在那裏行禮如意 那你怎樣去表達香港人 在這個所謂回歸之後 在臨立會之下 受到的這個迫迫呢 那我們就在那個立法會旁聽席那裏示威 是吧 所以 連續兩次 一次凍結那個法例 一次是這個廢除那個法例 我們都有示威 所以就被告這個所謂藐視立法會罪了 這是第一次在回歸之後 那為什麼會坐牢呢 就是因為我們除了在臨立會的時代 去抗議那個廢法之外 也都在每一年的施政報告那裏 是向那個由四百人選出來的小選子特首示威 覺得他的施政報告 第一 是無名無憤 第二 內容太差了 那時候我們經常說是救市不救人 大家要記住 在這個97年之後 就是這個亞洲金融風暴 當時的政府和現在一樣 救市不救人 當時二十多萬人失業 是沒有失業援助金的 政府就泵錢下去托起股市 所謂救市 講得明救市 但是救人就沒有 我們每一次在施政報告都會去到示威 終於就是去到一個程度 就是第一次那些法官覺得是 這個臨立會真是無名無憤 真是離譜 所以就輕判 但是如是者 你由1997年又是示威 1998年又是示威 1999年是示威 終於到一個程度 就是要判坐牢 2000年我就被判了坐牢 當年阿古就沒有判到坐牢 他是判緩刑 因為我記得他應該有一次他沒有去到 第一次他沒有去到 所以就第一次坐牢就不是一起坐 但是2001年和2002年兩次的坐牢 我們都是和進去 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經常去撐手足的地方 就是荔枝國收下鎖 我們就一起在那裡坐牢 當然是不同的房間 都很難看到 但是結束就是 從回歸之後 從1997年 無論是選委國區期 或者會有些個團體的支持 對中共的復印 對中共的反應 因為你所說的 另外一切都是 他們要求和平反報告 香港的三種 美國已經是 所以他要有一個 現在人有一個 被划算 不少於是 認為美國的 為什麼我會講得這麼詳細呢 其實古思堯 他是復應於所謂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 你看一件衣服 四個都死了 有一個就是中國人 劉曉波先生 公民抗命的道理很簡單 就是說 當一個政府的施政 或者政策 或者他立的法例 或者他的權力來源 就是說 不是有人授權他 而他行使權力的時候 公民是有權利是藉著違反不公義的法例 或者是不遵守那些不合理的政策去抗議 當然這樣做的時候 就會引起一個問題 就是你犯法就拘捕你了 這些人寧願去犯法 面對受審和被判坐牢的結果 去做一個狂議 引起更多人的關注 以及用這個違法達義的手段 是令到那個暴政 苛政 以至惡法 是被人看到 也都在法庭的抗辯裡面 是令到那個法庭知道有這樣的事 亦都是令到那些去聽審的人 或者看到這個審訊報道的人 是會更加了解那件事 亦都令到更多人 是會出來反對這件事 令到那個抗爭的運動越來越多人 這個當然在後來的雨傘運動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當時來說 就不是很多人採取這種方法 古思堯都是秉持著這樣的觀念 就是說你對於示威 對於遊行 對於公眾的這個行使的自由 無理的限制的時候 我們未必是服從 我們是保護我們這個表達 這個意見的權利 不是由這個執政者說 你可以這樣做 你不可以這樣做 或者不是執政的那些政權 是立了一條法例 令到你或者這樣做 就是違法 這個當然是 在當時來說比較少人做的 所以古思堯後來 在這個 這個 在坐完牢之後 和我坐完兩次牢之後 他就轉了去用這個 選委國旗和選委區旗的 這個方法去表達意見 但是這個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故事的 就是香港第一次的選委區旗國旗的公民抗命 是和有一位朋友大家都不熟悉 叫做吳恭兆 因為他在2001年 很年輕就死了 他在1998年的時候 為了抗議區旗法和國旗法 是踐踏人權 也都是抗議這個臨立會 這個剝奪香港人的權利 以及藉著這個 60個人都是他們的陰典 這幫這樣的豬豬狗狗 在臨立會裡面 壞事做盡 所以他就在元旦遊行的時候 就損毀這個國旗和區旗 也都是因為這樣 也都令到在這個法庭的審訊裡面 是得到了第一次應用這個區旗法 國旗法去檢控的時候 到底這個法例是否合憲呢 得到了答案 我記得就是這樣的 他在上訴庭的得席 去到這個終審庭就輸了 那為什麼古思潮後來 用這個損毀國旗和區旗的方法去抗議呢 固然有他自己想去用這種方法去抗議 這個特區政府 或者共產黨政權的這個政治迫白 和這個科政暴政 但是一個問題我相信應該是和吳恭兆有關 因為吳恭兆私人已去 英年早逝2001年已經去了 我覺得可能是 他覺得這位戰友去做的事情 他想去繼續下去 我相信有這個 就是不想要土地和建不了 educ 帶回來有明顯打發 這件事早上肯定也有相反做 現在 你不能 ouch 운동 月份就下路的勇對 他們 tú把åld的勇對 中國做了 之間的事情 所以努力存ť 連打 scorpion 忍學做了 所以努力 instructor 其實是有這樣的想法的 其實他在2013年開始 已經斷斷續續有這樣的案件 其實他每一次犯案的時候 他都跟法庭講了同樣的事情 就是說他覺得國旗法和區旗法 這樣的法例是不合理的 他去損毀 或者淘污 或者澱污 這個國旗或者區旗 只不過一共和平的表達政見的方法 是不應該被坐牢 不過他就說 如果你陪我坐牢 那我也預料了 他就很多次都是因言入獄 有一次就是法官覺得 這個可能不用你入獄 其實在2008年 股次遙就在立法會的停車場的時候 就是因為抗議這個領會那個無良 曾經是跟這個立法會的保安原來衝突 當然那次就不是淘污國旗和區旗 但是他覺得我和平示威給你壓制 你還反而告我 是不應該這樣的抗辯 法官就說不如這樣吧 你這個入獄 七天 或者罰錢 他就寧願坐牢 所以其實在整個 大家聽我說這麼久 你看到股次遙其實是反映了一個很簡單的事實 就是說 在這個民主抗爭的道路上面 我們往往只是看到一些 大家在傳媒經常看到 或者他在這個社會裏面有公權力 或者在傳媒裏面 是得到傳媒的垂青的人 大家看到他們做的事 但是一些密密無民 在密密貢獻的人 是看不到的 當然在這個反送中 和這個雨傘運動裏面 這些人是大量湧現出來的 大家都現在每一次都看到 現在有撐手足都知道 其實這個運動本身 是很多所謂無名之輩 是用它的犧牲 用它的汗水 用它的自由 是令到這個運動 是成為一個越來越大 令到這個政府不能夠忽視 或者甚至令到它要去回應人民訴求的事情 當然另一方面就是更加大的打壓 更加大的打壓就是 我們大家看到的就是 在過去這一年裡面 用警察的暴力 用這個惡法去把原本應該人民享有的自由拿走 這個國安法就是最後一個惡法的典範 所以其實在古思堯這件事上面 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它在過去這麼多年做的事情 對它的利益 對它個人的人生來說 從它講利益就是沒有的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 喂 你們這幫人 好像長毛啊 長蘇啊 是不是有錢收的 我告訴大家 現在古思堯 在這個 74歲的高齡 患了這個末期的癌症 大家都知道末期的癌症 第四期是無論是病情對身體的影響 或者是對於它的經濟 因為要醫病 不能工作要醫病 其實是一種很痛的負擔 而古思堯也在大陸有家屬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仍然是去出席各種不同的集會 去做公民抗命 自然是一種 如果用中國的說法 就是一個合議的精神 是吧 一種仗義的精神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講 怎麼講到這裡呢 就是說 我們希望大家在這個 反送中運動 爭取這麼大訴求 到現在一路的整個抗爭裡面 我們應該是多些去 關顧那些所謂物物蒙明的人 亦都希望大家會多些去 就著不同的方面去關心 那幾千個被捕的手足 或者那千幾個已經被檢控的手足 或者已經被判刑或者還押的手足 這個是我們運動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來的 因為去透過將這些人的奮鬥的歷史 抗爭的事跡 以至到他們受到的待遇 我們能夠做一個比較整傳的紀錄 也都能夠及時對他們有足以足夠的援手的話 其實是我們的責任 也都是整個運動的一個很重要的 顧本培源的一個部分 一個運動是要保護到自己 才能夠令到每一個參與的人感覺到鼓舞 也都令到每一個參與的人 是有一份參與的感覺 就是說我們的戰友 我們的手足是和我們一起的 即使他不幸失去自由 或者受到迫迫 所以我希望各位看了的朋友 對於古思堯這個人 是多一點了解 他74歲的人 其實一生人都是這樣 為甚麼他會參與政治活動 其實說得很好笑的 其實他早期的時候 在中山下澳門的時候 就是做船工人 參加澳門的由共產黨控制的工會 很積極 為甚麼他會離開呢 就是原來某一次他自己覺得 我覺得我可以代表工人 他自己競選這個工人代表 誰知道被工會那些人勸退 就是不行的 我們不可以這樣 我們是要經過了工會的領導 去欽點提拔才可以上去 古思堯說不是吧 你要解放這個人類解放 這個無產家解放 原來是由你幫人自己搞出來的 從而他反省到 原來工會由共產黨控制是這樣 一路等於下資 可能在政府也是這樣 可能在其他的社會服務也是這樣 就是說整個制度都是由你一黨專政 那就開始他去反省的問題 被受到排斥 他就來了香港 來了香港之後 其實他有一段時間都已經是 不是心灰意冷 就是沒有什麼百無聊賴 他就去了最深於民族舞的 就是跳舞的 暫時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政治活動 當時也都是 香港的政治活動也都受到 殖民地政府的壓制 所以也都是 很多人都不懂 也都不會參與 也都怕了參與 所以其實當一件大的事來到的時候 就是好像這個 北京的北京之春運動 一直由1979年去到1989年的過程裡面 自然股思潮都受到影響 但是到了一個爆發 就是說在31年前 1989年的北京學生出來 經歷了56天的爭取 終於受到軍隊的鎮壓 由共產黨派演軍隊鎮壓的時候 也都是在過程裡面感召了股思潮 也都是因為那個六四的血腥鎮壓 是令到他看清了一黨專政的可報 他就將他人生的目標改了 就是說要將他自己奉獻在一個中國的民主運動 去支援大陸的民民人士的事業上面 這個看到就是說 這個一個普通人 或者一個大家覺得其實是 不是很重要的人 他發揮在一個群眾運動 在這個大家的抗爭裡面 是得到了新的啟致 而有了一個新的生命 希望大家在看這一集的時候 是明白到 大家看股思潮為什麼會是這樣 其實是有一本書 就是講了在這個共產黨的統治底下 怎樣在他的施政裡面 令到更多的人 是看到一黨專政的不堪 一黨專政的殘酷 其實今天香港都是在經歷同一個過程 只不過就是香港以前一陣看著大陸 說是這樣的 劉曉波會是一個政治犯來的 為什麼劉曉波會幾次被人抓去 到最後是因為寫了2008年的08憲章 而由此被判11年的監禁 而在監禁的時候 他的太太也不是經常看到他 到最後是被失救 由得你 你有癌症 或者他是知道了都不告訴你 到晚期的時候是被失救 不給你癌症 死了之後都是被火化 被殺灰 身不見人 死不見屍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候 我希望大家會在股思潮的身上 看到了這個運動的希望 因為運動你可以去抓一個領袖 但是你可不可以抓所有的人 你可不可以令到所有的人都不敢出聲 你可不可以令到所有的人都看不到 你可不可以令到所有的人都聽不到 你可不可以令到所有的善良 而亦都反過來講 正是由於這些 身身不適的力量的參與 是令到執政者本來以為可以用強權去壓制的運動 是力劫重新 我們今天香港其實都是面對一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就將古思遙的這個 他的事跡他為什麼會坐牢 到他現在希望在他有餘生 老實說一個癌病第四期的人 其實那個壽命都不會很長 但是他覺得他應該在他的餘生裏面 是繼續他未完成的工作 即使可能完成不了 這個就是他一個大家看下去 一個普通的老人家 或者覺得他都沒有什麼突出 其實他一生人的行為的可敬和寶貴之處 我希望他能夠早日得到治療 即使病情不能夠徹底傳遇 都希望他能夠在癌症治療的過程裡面 那個病痛是減低的 希望有奇跡當然 希望他霍言而語 其實他現在都在看醫生的 需要大家的關注 其實我們社民營也是曾經幫過 在Facebook出了一個籌款的呼籲 其實是在這裏 我現在拿給大家看 這個 其實大家 這個 上去社民營的Facebook都看到的 就是他捐款的戶口 如果大家 要捐款的話 可以直接捐款給他 這個就是他自己私人的戶口 我相信現在的估計應該是 在法院出來了 在吃飯 應該過兩天就會去做一個比較大的手術 我們在這裏再次祝福古思堯能夠再接再禮 能夠早日康復 我今天講的古思堯這個題目 希望大家多多給評論我 或者有什麼詢問的可以問我都可以的